主席 請部長 部長請 陸委員妳早 部長早 部長 只要我們講到文化部 我們本席就會想到文創 文創這個政策就會成為焦點 但是我們看到我們整個文創的人才 產業 在台灣都是屬於內銷 可是在這十幾年來 在國際上是蓬勃發展的 所以本席在數據上看到 這十年來我們的文創產業 是有下滑的趨勢 我們人才不會缺少 那為什麼會下滑 我們文化部看到這個問題了沒有 準備怎麼做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了 因為它的下滑 如果從統計上面來講 那麼是因為文創的產品 不是生活必需品 所以它不是馬 立刻出來消費的 不像我們經濟部的一些統計 所以從這個上面來看 那我們是感覺在這個 在GDP的成長上是比較緩慢的 另外它下滑是因為 我們過去都是把它當成一個製造業來看 但是文創它不是一個製造業 它是一個產業鏈 所以當中涵蓋的項目相當多 所以怎麼樣再把這些項目的東西 要把它組合起來 那我們把統計書丟到一邊的話 很重要就是我們就要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來做 就是把所有我們做一個整合 變成一個大的平台 那我們文創它本身它不是 就基本上它應該把它變成一個載體 是一個平台 在平台把各種人才 我們做這種聚合跟整合 說聚合整合上年輕的創業的人 他不會因為一個人單打獨鬥 那麼在這個方面 我有兩個三個四個 我有不同的我的專業 組合在一起以後 我們幫他去爭取那個融資 部長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一開始就講了 人才沒有問題 我們的人才很多 對 在之前其他委員問你的時候 你說可以用競賽怎麼樣 整合讓這人才聚集在一起 一個平台 都不是問題 我們內銷都在偏重內銷 我們國內大家都一起的 在分享這個大餅 重點是國際上在蓬勃發財 所以重點我們是要扶持他們 怎麼樣往外去 所以本席認為你要先評估 每一個公司這個 文創產業這公司 如果到國外去 我們如果可以到國外去 我們再來找出一個 行銷國外的一種策略來協助 分這個兩段式 這才是一個方法 所以我們外部 還是沒有看到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把文博會 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媒合的平台 在文博會 所以我們在從第一次辦到現在 我們大概從我們的產值 從兩億多現在到六億多 文博會裡頭我們很重要 就是在文博會展 不展完就結束了 在展的過程 我們把國際的買家請來 大概今年我們預估可以 去年是78家 我們今年預估要84家 在展後的時候 能夠後面的能夠持續 到國外也這樣 國外我們展覽 不是展覽完了就結束 我們會請我們國外的文化的據點 那麼持續的幫他去做露出 做展覽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也特別請我們交流師 要求我們各個駐外的文化單位 這個是他的一個重點工作 所以橫向 那另外一個橫向的 你要統合對不對 統合這個橫向各部會 這個各部會有經濟部外交部啊 甚至是國發會 都可以來協助幫忙 所以我們現在跟外交部 讓他們在國外可以站穩腳步 才可以把它發揚光大 對 您講的 的確 的確是一針見血 也是我們現在實質上在做的 因為他們人身地不熟嘛 外交部可以幫他市場去調查 但是重點的 你辦一些展覽還不夠 要後續 是不是 後續的鋪陳 讓他們在人身地不熟 還有國外的相關法令 他們也不熟 甚至他們自己要去交朋友去磨合 是浪費很多的時間 只要我們評估說他有這個實力 到國際上發展 我們橫向的整個部會 通通要到位協助 這個我們文化部 要趕快的來籌劃辦理 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跟外交部 最近我們恐怕也很快 要跟外交部的那個平台要啟動了 是 那跟經濟部 我們在張副院長主持之下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開兩次會 那麼討論 那麼張副院長也交代了 我們跟工業局合作 對那個叫動漫 這個東西我們來做分工合作 他負責那麼產業端 那麼他那個國科會 科技部負責科技端 我們負責實質的內容 比如說我們幾位漫畫家 敖又翔 蕭元忠那個 好 部長 現在你都看到了 對對對 我希望看到就要去做到 對 好好的去執行 才會協助我們這個文創的產業 對 不然的話 他用出走到大陸去向抗議 所以我們要 到了大陸他們又人身地不熟 又被大陸這個大市場給吞併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長 你要注意這個問題 對 趕快去執行 統合整合的力量要做到 對 一個平台要去好好的去規劃 這個就是我現在非常一個 放到我的 我自己騎乘裡非常一個重點 好 部長 接下來本席要了解就是說 我們監察院之前提出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全民的國防教育 這個經費啊 文化部這個幾年 三年來都沒有編 有有有 我們是編在文化資產局裡頭的 就是你是做占地文化 文字保存這方面而已 比如說我們對 其他的都沒有在輔導 我們是在 主要是我們在文化資產局 列了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工作項目 好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對 軍那個眷村的 對金門占地的這邊的調查 那麼以及在這個大二單方面的那個 這個啟動 都在這個項目裡頭 另外在學校裡頭 那麼所推動的 跟所謂的國防部的他一些 一些他所奴獵的一些政策 我們來搭配 我們主要是以文字局做一個助手 文字局 搭配的那麼有我們 我們幾個副作單位 不是啊 你說到文字局的話 本席也有個想法 像你把那個戰地文化 要把它列為世界遺跡對不對 所以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這十幾年的努力 還是沒有被列入耶 所以我們是不是 你們這個緩慢的速度 還是說你文字局這些人才都不足 我們文字局這方面 的確他們做得很努力 這個文字局人才你不足你有說 我有看到一些報導 你有說你要開文字這個學院 對 文字學院 那這個學院 但是你把這個學院的這個學分 用學分字可以列入學分 沒有是可以正式認證的文品學歷 這樣子的話沒有辦法真正去鼓勵 像他們那個一些學者 在這鼓勵他們這些文字的人才 可以廣這方面去努力去 去為地方來做事情是不是 可不可以朝這方面去給他們 學歷給他認證 這樣子來做是鼓勵他們 或更多人會投入 地方人士會投入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做這個認證方面 那麼一個當然最大一塊 就是我們傳統的匠師 我們在做登陸 登陸之後 那麼現在大概有269 我也已經不登陸了 登陸之後我們希望給他一個 這個榮譽的這個授證 那麼將來就是得了他的允許 我們給他資料放到網路上 按照各縣市分 那各縣市以後要去修復 或找到這些匠師去給他們授課 然後這個可以做 第二個我們跟教育部合作 教育部已經同意了 就是這些學生 這些學這個傳統藝術的學生跟匠師 給他一個資格 要同意他可以到大學裡頭 去擔任這樣的技術獎 盡量鼓勵我們文資局 這些人才 教育部已經列入了 已經列入了 這個有在做 要繼續做 盡量給他們鼓勵 這樣子人才才不會流失 接下來本席想再問 部長 我看那個新聞報導說 我們文化部準備要核准 娛樂活動 只要文化部認證的 營業稅是免稅 娛樂稅可以減半 那本席想問問部長 那你認為這個演唱會算不算 我們跟幾個部會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小組 大概就是減免稅的條例 在按照文化藝術獎的條例都有 固定開會 所以演唱會的話 通常就是看它的一些性質 原則上應該是 像江會 五月天這個性質 是有減免稅的 是有的 這些是有的 五月天江會這個也有減免稅 是有減免稅的 是 減免稅的優惠的 其實像他們這個 這麼有名的大明星的演唱會 他們的營利是幾億的 他們也不會在乎你這個營業稅免稅 他們光是超時這個部分 幾百萬他們都在罰了 所以其實不用特別去 要用免稅把他們污名 給他們優惠會 會比較有鼓勵的作用 本席是這麼認為 我們其實減免稅也就是一種優惠 我們不把它 你是說免費喔 營業稅完全免費喔 因為娛樂社有減免 所以要盡量公平啦 其實我們要扶植一些 比較中小的一些 藝文團體對不對 主席給我一點點時間 我來問一個問題 因為宗教文化也屬於文化對不對 那我在網路看一則新聞啊 特別是在德國啊 德國他們的 他們的 薩克森這個聯邦政府啊 文化廳啊 對一個文教做一個邪教檢查表 我們文化部 不曉得有沒有做這個宗教檢查表 沒有的話 宗教歸內政部 宗教歸內政部 文化它屬於文化 所以這邊它列了 它列了十七項 這個十七項裡面 有說到就是說 當你接觸到這個組織 你對世界萬物 就有全新的看法 或者要你立即參加這個教會 這個十七項裡面 有這樣子講 文化部部長 你認為你同意嗎 我不知道它的內容 第一個就是 你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但我基本上覺得宗教是自由的 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第二個我認為啊 就是我們常常文化的敵對 來自於信仰 因此我們要做的事情 千萬不能讓文化變成敵對 因為文化敵對 所以下一步啊 就是互相醜化對方 最後來恐怕是 這個戰爭的悲劇啊 所以 但是總的來講呢 這個 管理是歸內政部 但在文化的立場來講 我們尊重信仰自由 因為本席也看了他這個十七項的標準 如果這十七項都列進去的話 來評鑑我們台灣的宗教的話 大概80%以上的宗教都不符合 所以本席是認為宗教是一個信仰 我們盡量多多去包容它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旅遊員有感而發 我昨天陪他落盡 我們陪著